生花呢 会在主场 红口足球场来迎战北京国安 那么到时候啊 这个德罗巴呢 也会出现在现场 不过呢 他今天是不出场的 只是呢 生花呢 会为他来举办一个亮相仪式 到时候呢 生花投资人朱俊呢 会亲手把一件11号德罗巴的特殊版的球衣 交到魔兽的手上 届时呢 德罗巴呢 会在球场中央呢 来为球迷呢 说几句自己答上海的心里话 那么呢 不知道这个德罗巴到来 是否真的能够改变生花目前的这个落势的情况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它会带动上海的球势 那么据我们所知呢 今天晚上啊 可以售出的26000张球票呢 已经卖出了超过16000多张 那么今天晚上呢 应该呢 会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 主持人 现场情况呢 就是这样了